我跟她的音樂 真的就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天作之合 她唱我的音樂很有感覺 我的世界裡面 我始終帶著你愛的微笑 我們的愛是誰的心啊 我就是每天都在這個泡泡裡面 這種狀況之下 丹西夏會在演唱會 是很正常的事 當然因為我跟文婷或許就發現 短暫交往了一兩年 2019年的時候都分手了 F&R飛爾樂團前吉他手阿慶 近日因控訴張文婷 剽竊三人以往的共創歌曲 頻頻登上新聞版面 昔日戀人如今卻對不公堂 讓人不勝唏嘘 阿慶和飛曾在2006年 因合唱天天夜夜擦出火花 隔年宣布正式交往 樂戀時南方甚至在演唱會上 公開下跪求婚 但最後兩人還是無疾而終 當年這段轟轟烈烈的戀情 分手原因 總說紛紜 而阿慶接受中時新聞網訪問時 則大方回應 因為我跟你們講 年輕人的愛情 那個不叫愛情 年輕人的愛情是看漫畫的愛情 看韓劇的愛情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要有一個方式 要有一個所謂的儀式感 那當年因為你要想 我是雙魚座人 不行 我是超浪漫 我從小是看少女漫畫長大 看那種愛情故事 對 所以我的世界裡面 我始終帶著你愛的愛下 我們的愛 是誰的心愛 我就是每天都在這個泡泡裡面 你看我寫的 我這二十年寫了一千六百多首歌 賣掉的就有六百首 有些沒賣掉的 可是我每天 每天我都在 男主角 我喝後邊 只需要動用一杯咖啡 就會深陷 在剛掙脫的那場夢演 這種狀況之下 丹西夏會在演唱會 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現在看起來就會有一點 好笑 你現在畢竟不是二十出頭 現在你都快四十五歲 但我覺得年輕就是要 敢衝 敢撞 敢好笑 人生才有記憶點 因為我那時候年年叔叔 那你就不是年輕人 年輕就要敢衝撞 敢拿絲頭丟這女老師 敢要甩門出去說 我就是不喜歡這個歌 你不要逼我唱 我就是想要回家 那個才是有記憶點 才是人生 我個人覺得才精彩 所以我看待這些事情 我都看得很淡 對啊 都一定有過程 每個人都轟轟烈烈的愛情 或者是友情 然後分手也是和平分手 讓女方比較重 因為感情 當然因為我跟文婷 個性其實本身不是那麼像 可是我們可能在溝通的過程裡面 或許就發現 的確可能沒有那麼適合 所以當時也是很OK的 必死 還是可以做工作 所以我們那時候 短暫交往了一兩年 可是後來我們到09年 都分手了 分手之後 還一起工作到2012年 後來他個人專輯 他個人專輯 還有做巡會演唱會 2013 14 15 還是他個人的巡會演唱會 音樂總監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們在音樂 撇開 劍表時間撇開 再撇開那些恩恩怨怨 其他粉絲那些的壓力 我跟他在音樂創作上 是非常非常合 沒有任何問題 他只要講東西 我立刻就可以抓到 我立刻可以幫他轉手 就幫他想法就是編出來 然後做出來 符合他的感覺 又有市場性 音樂的東西 他唱我的音樂 就是很好聽 就是很有感覺 別的藝人 可能不一定能把分手 來發揮我的作品 但是我的歌 他一唱出來 碰 那個power就會出來 所以我跟他的音樂 真的就是 就講白了 就是一個非常match的 天作之合 音樂上的 這個其實很難得 所以我其實是很 這麼講 就是也滿揪心的 哎呀 變這些事情之後 就合作起來 會有點間接跟尷尬 所以我還是要希望 他跟劍田的東西 趕快處理完 把理性處理完 不是不能再合作 因為明明就是加起來 就會這麼厲害 回歸到作品 還是我很期待的 心中很期待的 希望有機會 對 之是 會嗎 好 各位 說我的 排歸 今天 到 運 注意 你 請